他们收到总统府的邀请案 满怀期待来到这个偌大的府内 结果足足等待两个小时 总统也没出息 聪明的楚莲知道这是总统给他的下满威 想到这里紧闭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那个年轻的总统笑着走进来 直接说出今天找他们来 是好奇能在国内掀起风云的一群学生长什么样 随后又朝樊冰冰说道 我记得你 你的比赛被直播 当时你被一博的选手一直压着 但最后你扛住压力还不惯 你叫什么名字 能得到总统的赞扬樊冰冰很高兴 立即自报名字他叫樊冰冰 真心的感谢能得到总统的夸赞 接着唐景臣又把话题转向楚莲 听说巅峰会是楚同学创立起来 好大的魄力 不过楚莲并没骄傲 微笑着表示魄力谈不上 自己就是想试试 试试在一国 平民到底有没有做梦的机会 此话一出 巅峰会所有人顿时紧张起来 而作为总统多年的唐景臣 什么类型的人没见过 却第一次见到这么直接的楚莲 于是他反论那你想做什么样的梦 而楚莲也不怕得罪人 带着讽刺的语气 比如不会被晾在这个会客厅两个小时 一旁的管家听到这话瞬间窝 直言楚莲讲话真有意思 总统日理万机 稍微等一下也是正常现象 这时楚莲抬头对着墙上的摄像头说道 那后面应该有不少高位上的人正在评判我们了 看看我们这群学生是有多大的刺头 到底是强按下去 还是给点甜头平息 看着毫无惧怕的楚莲 夜城直流冷汗 连结是真敢说 而老谋深算的唐景臣现在算是想明白 为什么楚莲能在种种压力中创立出巅峰会 同时他也道出楚莲的性子让他想到一个人 也是桀骜不驯 敢想敢做 从不按套路出牌 夜城按耐不住好奇心 脱口问出这人是谁 而唐景臣也不藏着掖着直接说出历天去的大门 甚至还后悔今天没要求历天去过来 让楚莲和他见一见 看看他们两人谁能震得住谁 他们是新进的平民学霸 虽然收到总统府的邀请函 但也被晾在会客厅里面不显示 而且墙上还有摄像头监控的房内的仪器 而这就是总统给他们的下满威 等待许久 总统终于露面 他直言只要巅峰会不要再挑起阶层矛盾 他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不过楚莲表示只要巅峰会能安稳地立足下去 他可以接受这个建议 然而总统揍着没问出稳定养的字是什么意思 楚莲将他和樊冰冰在上次比赛中被人算计的是说法 那些手段他们防不胜 看着敢和他谈条件的努力 总统陷入深思 随后做出一个承诺给楚莲 以后要是有谁找麻 可以直接来总统 他会派人去除 并吩咐管家记得以后楚同学来总统 需要立即通报 叶成和小胖听到两人的谈话 不经兴奋不已 这就是传说中的免死惊喜 而楚莲也忍不住心情 虽然不指望日理万机的总统处理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过有他这句话 巅峰会周围起码会干净 这是总统又询问他们这群有梦想的学生将来想干什么 看看他能不能帮上你 小胖首先站起来表示 他想进科研所 为国家的理论数学尽一份力 而叶成则是想进最高建筑学府 看着两个有追求的少年 唐锦诚毫不吝啬地夸赞与志气 之后他朝楚莲问道 你呢 楚同学将来想做什么呢 只见楚莲拿起茶杯语气平静的开口 我要进工法会 而听到这话总统忍不住心情 工法会 列国唯一可以修改法律的地位 这女孩可真感兴 随后他不确定地重述工法会三个字 而楚莲目光坚定地抛出一个诗字 见此总统也不好多说 笑着表示你们颠峰会的志向真是个个勇大 不过工法会就算是实习生也需要通过重重考虑 可是很难 和楚莲一点都不担心 自己一定能考 这个女孩给总统的印象 是个绝对犀利的人物 因为她公开表示要进入能改变法律的工法会 见此总统客套地说着提前恭喜 随后便以公务在身不便奉陪的借口离开 管家马上意识到总统的意思 上前要带几人在府内转转 但楚莲清楚知道这是对方给他们下的逐颗粒 从会客厅一离开 唐景臣就来到旁边的书房 只见里面坐着不少西装革履的大人物 他们正看着画面中往外走的楚莲一行员 这是一道不满的声音响起 这带头的女孩太猖狂了 有点能耐装的像什么似的 一点也不懂谦虚 另一个男人一脸嫌弃的表情 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女孩还妄想进工法会 要我看来 这个巅峰会就不该继续下去 让人处理掉的了 可总统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楚莲比想象中还要有本事 与其强压下去 不如收尾挤用 而且将来能帮上忙 又能消除民众对阶层之别的疑心 对此这个路人假不服 再次拿工法会说是 觉得楚莲就是一个脚势精 不会领情 而总统说出自己的看法 以目前来看巅峰会 也就是图个平民出头的机会 只要不和自己对着干 他想出头就可以给条路 若是将来适合高位者对着干 自己能让他上去 自然也能让他摔下来 然而另一边的巅峰会成员 还不知道此时他们正被人批判 甚至觉得做梦 也没想到能进到总统府 和总统说上话 张和甚至觉得总统不但年轻 还平易近人 跟英才会那群财阀完全两个样 但楚莲提醒他看人不要看表面 尤其是身处高位的人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对此樊彬彬认同年姐的话 因为听说过总统和丽天却关系很好 所以唐锦臣也不会简单到哪去 在贫民窟摸滚三年的他 此时告诫同学能坐上总统这位置 唐锦臣不会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对此樊彬彬完全赞同年姐的话 因为他听说过总统和作风很辣的丽天却关系很好 然而恼露清奇的樊彬彬 又让大家评价 唐锦臣和丽天却两人到底谁更帅 小胖觉得不用想也是唐总统 但是温润谦和待人温和有礼 直接就是满分 没想到樊彬彬又问楚莲觉得他们谁更好看 楚莲想都不用想直接说出拿颜值而言 唐锦臣和丽天却没有可比性 前者差得太多 但没见过丽天却的樊彬彬显然不太相信 因为唐总统真人比上竞帅得多 而且颜值要在现实中看到才能 难道缅姐在现实中见过丽天却 这时叶诚出来搭话 你们怎么忘了 上次比赛 丽天却到过现场 缅姐当然是见了 之后樊彬彬不再纠结颜值这个问题 不知不觉他们走到一处从来没有到过的地 叶诚指着前面宏伟的城墙 这时干啥啥不行 气氛组第一名的叶诚回过头对大家说 走啊 我们上去 湛蓝的天空中白云肆意流动 在他的带领下 大家走上寂静的城墙 片刻后 他们终于登上最高的位置 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天空 从小胖开始对着空气热血那 我将来要做无数的专利 我要成为科研院最厉害的专家 第二个是张和 将来我设计的建筑全部得紧 奖杯摆满巅峰会的那种 第三个的樊彬彬就比较简单 他希望将来能赚好多好多的钱 第四个是叶诚 只见他兴奋的喊道 我就要跟着棉井 棉姐做什么我做什么 棉姐打架我也要跟着踹两脚 而轮到楚棉的时候 没有嘶吼 没有大喊 他平静的说道 我只想重建一个地方 叶诚茫然不解的问 那是什么地方 只见楚棉干净清澈的双眸 跳望远方 淡淡的开口 那个地方名为人间炼狱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梦想 有的是为了名利 有的是为了钱 而楚棉只想重建那个名为人间炼狱的地方 但相同的是不管将来楚棉要做什么 他们都会义无反复的追随 不远处 丽天却看着年少轻狂的他们 嗓音低沉语气听不出戏 你信不信 他现在很开心 丽天却目光暗沉拨通楚棉的电话 你什么时候回来 接到电话的楚棉声音轻轻的表示 马上就回去 他这样一说 身后的夜城他们立刻不干了 纷纷嚷着 为什么去一会儿去聚餐 结果丽天却突然恶语连连 狗东西 回来 楚棉感到一阵错愕 今天的丽天却是怎么回事 发现自己语气过重的丽天却换了一个态度 我想你 见此楚棉放弃和同学的聚餐 回到花香四亿的墙园 刚迈入这个空空荡荡的门口 就莫名觉得有些烦躁 忽然丽天却从背后把他抱紧 楚棉赶紧把他喊停 你是忘了沈医生怎么说的吗 现在不合适 只见丽天却抓住楚棉的双手 按到他头顶上方 以绝对的掌控者姿态站在他面前 听说你要进入工法会 丽天却阴沉地盯着楚棉带着警告的成分 不要以为唐锦诚是真的欣赏 他不过是觉得你有点能耐 想要把巅峰会变成他们支配的数据 况且唐锦诚要是知道你进工法会 动的是平民夫的主 你以为你能从工法会活着出来吗 楚棉挣扎地说着 这些我都知道 你先放开我 更加歇斯底里的怒吼 你什么都知道 大还是要做 这时楚棉忍不住脾气控诉丽天却 之前明明说过不会管自己 现在又在这里发疯 说到底他就是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天 此时丽天却的手慢慢俯过楚棉的脸 最后一把握住他纤细的脖子 威胁起楚棉 怕不怕我到时候先解决掉你这个麻 然而楚棉并没有推开丽天却 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你有你的立场 我有我的坚持 你阻止不了我 同样我也阻止不了你 丽天却 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男人暴力地掐住女孩纤细的脖子 但女孩并没有一丝挣扎 只是平静地向男人提出分手 听到这话的丽天却冷笑了一声 忽然他脸色一变 一拳砸在墙上歇斯底里怒吼道 你休想 说完丽天却猛地低下头 咬上楚棉的唇 像是在发泄着不满 然而楚棉终于忍不住想要推开他 却被丽天却反压到床上 最后被他彻底治呗 一阵翻云覆雨后 两人都睡了过去 但丽天却这一觉睡得红红饿了 他梦到小时候被吊在老师风扇上 吓人们对他不停地嘲笑和谩骂 还有一身红衣手里握着枪的唇 随着剧烈的声响 像姐姐一样决绝地离开他 尽管他撕心裂肺地哭喊 求他不要离开自己 可如梦魇的声音在他耳边不断重复 丽天却我欠你的秘密都已经放给你 我要走了 他想追过去问清楚 为什么要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 奈何两只手被绳子系得紧紧 他只能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 忽然丽天却猛地睁开眼睛 脸上的冷汗不停冒出来 楚眠伸手去抹掉他脸上的冷汗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想到梦中的场景 丽天却用力地把楚眠搂进怀里 生怕他真的会那样离开自己 收回你那句分手 听到没有 我不想说第二遍 楚眠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今天的丽天却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便听到丽天却霸道地说道 我们之间只有不死不休 没有好聚好散 这个男人基因里携带有疯子血 但经过治疗已经很久没有发过病 可这次他控制不住对楚眠的伤害 让他怀疑他的疯病有苏醒的迹象 于是第二天他便来到高级诊所找到沈医生 想弄清楚是什么原因 但经过沈医生的详细检查 发现他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然而丽天却总感觉不对劲 内部气息就要失控 连自己也快要压制不住 听到这话沈医生急忙问出 是不是又出现幻觉 而丽天却的回答却是做了个梦 梦到一个女人要离开自己 闻言沈医生走到丽天却的面前 笑嘻嘻地表示只是一个梦而已 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受了伤 影响到睡眠质量 不要太过担心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好着 丽天却一脸不相信盯着沈医生 冷冷的开口 你确定 面对丽天却的眼神沈医生顿时感到惊慌 随后恭敬地说道 梦就是情感的折射 和您的并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情感的折射 丽天却喃喃低语重复着这句话 对此沈医生看得出来立总很喜欢这位小姐 之后丽天却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忽然她停下脚步 语气听不出喜怒 如果有一天她真的要走 沈医生顿时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气 硬是扯出一抹笑容 女人嘛 就算要走也是假的 不过是要男人多哄哄 一次不够就两次 听到沈医生的话 丽天却豁然开朗 心里暗自发誓 那就哄哄吧 哄到她脚走不动为止 接着冷哼一声 抬脚走出去 等丽天却一离开 她的脚都在发热 孟树觉得莫名其妙 便询问她这是怎么了 沈医生拿起桌上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冷汗 还不是因为立总第一次主动来见自己 而自己一点心理准备 生怕被嫌弃工作做不好丢掉饭 不止沈医生害怕 其实连孟树也有些 只见她脸色严重 想知道立总到底有没有事 听到这问题 沈医生脸色也沉了下来 虽说现在暂时没事 但能看得出来 那天在临时看到的那女孩对立总很重要 对此沈医生认为好好看住那女 她有种强烈的预感 如果女孩真的要是丢了 立总恐怕是要出大事 男人怀疑自己的疯病快要发作 于是第二天来找私人医生询问病况 然而医生却告诉她 她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让她不要太过于担心 可等立天却已离开 沈医生浑身发软 伸手按住桌檐不让自己瘫下来 看到沈医生这副模样 梦树神色凝重起来 想知道立总身体到底出了什么事 对于这个问题 沈医生脸色顿时沉下来 虽说现在暂时没事 但从立总口中得知 那个女孩对她很重要 倘若女孩真的要离开 立总恐怕是要出大事 与此同时 楚眠在学校的图书馆挑着书 忽然她的手机叮咚作响 打开一看是河妈发来的信息 小姐 少爷对您真好 糖果屋已经修整完毕 里面都是你爱吃的糖果 而对于立天却做的这些楚眠 并没有一丝感动 只因立天却就像没底线的 照顾着一只小鸟 要什么给什么 等着小鸟沉浸 其中再也飞不起来 这时立天却又给她发来信息 拍的是一款价值八千万的模式 虽然她并不想要 但在立天却面前没有拒绝的空间 于是她只能把谢谢两个字发过去 很快立天却又发来信息 内容是今晚她要加开两个会议 没时间回墙园 所以让楚眠过去和她一起吃个饭 黄昏时分 楚眠开车来到立市财团 刚把车停下 就见一辆跑车急迟而来 而车子的主人正是好久不见的贺胜 只见贺胜利走到立天却面前 挡住她的去路 脸上展开若不禁风的笑容 二哥 好久不见 然而换来的是立天却无情的嘲讽 你还没死吗 不远处的楚眠看到这一幕 没忍住直接笑出声 贺胜利看向楚眠 脸色难看到极点 恨一语极度在眼底一傻射 不过她很快就换上招牌假笑 直言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到二哥和香辣的约会 说完立马捂着嘴巴剧烈地咳嗽起来 想因此获得立天却的垂怜 结果立天却对她直接无视 迫不及待来到楚眠身旁 这个女人看起来柔柔弱弱 实则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 只因她爱上同父异母的哥哥 不惜一身挡箭 为的就是想得到哥哥的爱 可等她伤好出院 满怀期盼来找立天却的时候 却换来立天却那句你还没死啊 一旁的楚眠明显没能忍住吃笑了一声 但脸皮厚过城墙的贺胜利并没有生气 反而笑着表示 原来是自己打扰到二哥和香辣的约会 可立天却完全无视贺胜 直接来到楚眠的身边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赫胜利一口气差点没缓上他 整个人在风中摇摇欲坠 他流着眼泪不甘心地问着 孟助理 我住院的时候 二哥一次也没来看过我对人 这个问题让孟叔有点尴尬 只好替力总找了个工作繁忙 实在无暇抽身的稳妥措施 虽然赫胜利表面接受 但他心里清楚立天却刚才那个眼神分明是惊讶他还活着 想到前段时间的比赛 因为知道萧瑞的计划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自己才以他的名义安排几个杀手 做了个双重保险 但万万没想到 杀手的剑竟会对上立天却 就在他以为替他挡下这一剑 或许会得到他的另眼相看 可到头来 立天却近一次也没来看过自己 对此赫胜利认为这一切都是楚眠的错 不但因他会被巅峰会提 连立天却也被楚眠掌握在手里 楚眠就是根肉中刺 一日不除 他就没办法得到想要的一起 忽然赫胜利看到楚眠停在历史财团门口的车子 还发现副驾驶位置上有几本工坊会的书 于是他想到另一个坏主意 既然楚眠要进工坊会 那就一起进 而另一边的高档西餐厅内 立天却拿出一款新出的限量钻石项链 楚眠皱着眉头问道 为什么最近一直送我东西 而立天却也实话实说 当然是为了哄你这些东西 对此楚眠认为送的实在太多了 不过立天却却表示还不够 楚眠心情复杂的看了太远 那什么时候才够 只见立天却傲娇的说着 当然是哄到你走不动为止 他被男人当成金丝雀一样倦眼 每天都变着花样送各种高端礼物 可实际上楚眠并不喜欢这种方式 他问男人还要送多久 怎料立天却的回答竟是送到你走不动为止 这样你就能永远留在我身边 而这时服务生端来两份水果冰淇淋 在他们面前放下 楚眠浅尝了一口 觉得比之前的餐品还更好吃几份 只见立天却掏出一张金卡 并告诉楚眠这款冰淇淋是这家店的招牌 不过不对外提供 只有最高级别的VAP才能享受 这话一出楚眠立即把手中的冰淇淋放下 连吃个冰淇淋也分人 不得不说这营销手段真够利用 然而立天却并不认为这样的方式有什么错 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 如果不分人 怎能衬出这一道甜点的地位 当然你现在身上穿的袋子 哪样不是独一无二 哪样不是别人怎么拼命也得不到的的东西 况且人都是自私的 与其活的众生一样 倒不如自己一个人要 高高在上的快感可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了 听到立天却自认为的大意凛然 楚眠冷喝了一声 他在笑立天却的手段升级了 以前用囚禁的方式不让他离开 现在想用金钱砸出个安乐屋 现在楚眠起身靠近立天却 将勺子里的冰淇淋递到立天却嘴边 他温柔地问着面前的奶 你真的这么希望我沉溺其中 对此立天却认为沉溺在他给的安乐屋 并没有什么果 这时楚眠又转向另外一个画质 他想知道立天却有没有想做的事 一个可以支撑着活下去的事 立天却脸色立即变得阴沉 坦言是杀了立青苍 于是楚眠也告诉立天却 曾经找楚家复仇只是自己人生的第一步 真正要做的还是重建平民夫 如果无法完成 怕到死也不会灭灭 而听完楚眠的话 立天却又表示现在他更重要的是 就是把楚眠一辈子留在身边 不然也一样会死不容 随后他让楚眠猜 他们两个人最后到底是谁会得偿所 女孩前脚刚和男总裁打完 随后就接到男闺蜜的电话 对方问他现在对立天却是什么想法 可自从立天却替自己挡下一见之后 他做什么楚眠都厌恶不起 见此谢傲然立即随口一说 你要是心动的话大可以试试 大财阀又怎样 我们缅结想谈的恋爱 和谁谈不是他 然而楚眠认为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还有更重要的是等他去做 不过谢傲然却觉得 如果楚眠一直待在立天却身边 说不定立天却还能帮忙重建平民 听到这些话楚眠忍不住吐槽谢傲然 怎么说也是边境迷带霸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天真 平民夫存在百年以上 里面那个隐藏的秘密 就是总统和财阀们到死都不会重建的原因 况且总有一天会和立天却对立 他怎么可能会忙 这时谢傲然忽然意识到楚眠是想和立天却两断 而了断的方式就是利用贺承认 对此楚眠没有否认 因为贺胜礼连命都能活出去 所以他对立天却的感情绝对不会起 想到梦树曾经说过 立天却一直都想找个不会离开他的人陪伴他 贺胜礼连命都能为他舍弃 正好是那个适合的人选 如果他们能在一起 自己可以和平退却 虽然立天确确实很让人心疼 但对他的心疼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更不会放弃贫民夫 隔日楚眠来到工法会的门口 而他面前立着一座高大的女神像 楚眠的目光变得格外沉 他的最后一步终于走道 这是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 香辣 我们又见面了 只见贺胜礼缓缓走来 我今天也是来考试的 有你做榜样 学校也推荐我试一试 和之前一样楚眠并没给他好脸色 甚至嘲笑他为了和自己争 不惜拖着病体过来 对于楚眠的语言攻击 贺胜礼脸色将了江丽马说道 香辣之前我们在学校有点小误会 不过你能在短短时间内 把巅峰会推到如今的程度 就想跟着你走一定不止 可楚眠却毫不留情拆穿贺胜礼 就是想借他来接近立天群 被说中的贺胜礼顿时惊出老派 放眼警告楚眠以后不要再乱说 他对二哥只是兄妹之情 然而楚眠似笑非笑地回了句 是吗 这嚣张的气咽气的贺胜礼 忍不住剧烈咳嗽起 心中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一定会让楚眠付出代价 心狠手辣的贺胜礼 为了抢别人的男朋友 不惜拖着受伤的病体 也要来攻法会考试 这边的楚眠随着指示来到比试室 里面已经坐着几个男女 老师开始催促考试即将开始 楚眠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拿起笔在试卷上流畅对答 完事后他瞄了一眼深厚的贺胜礼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从贺胜礼从Icy回来 就目标明确直奔立天阙 之前那些小动作全没了 在他看来贺胜礼这次还是有成长的 比试考完轮到公法会的面试 只见楚眠从容淡定地 站在面试官面前回答着各种问题 片刻后 他得到面试官们的肯定 等他从里面出来 便有人指引他去休息室 比试楚眠看到贺胜礼 和另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 他找了个位置坐下后 暗自心想这些都是财阀的后代 公法会确实不一般 今天只是招式牺牲 但来的都是有背景 而这时贺胜礼突然来到楚眠面前 一副和楚眠很熟的样子 说着两人刚进来 估计只能做最普通的办公文员 对此楚眠倒觉得无所谓 有什么都是先进了公法会再说 同时工作人员拿来调查问卷 楚眠坐在那里 拿起笔随意在上面勾了三笔 而贺胜礼坐在旁边 不时地偷瞄楚眠的选项 然后勾起一模一样的三笔 接着就看到贺胜礼站起来 向工作人员提出希望和楚眠分到同一处 因为自己身体不好 而他们俩又是好朋友 同楚眠在一起 能互相照顾他 做完这一切贺胜礼又来到楚眠身边 我们冰释前嫌做回好朋友吧 然而楚眠赚谋逆了贺胜礼 你这个回字用的还挺妙的 说得好像我们做过朋友一样 终于走到最后一步的楚眠去公法会面试 同时新金女贺胜礼也出现在这里 而且在意向表中 他选择和楚眠相同的选项 而贺胜礼之所以会这样 完全是想通过楚眠接近丽天雀 等面试一结束 楚眠立即提不往外走 但一旁的贺胜礼敲咪咪的贴着他的保镖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接着就见保镖走上前 替楚眠撑起遮阳伞 这举动在旁人看来他们之间关系很微妙 这时来接楚眠回家的丽天雀 恰巧看到这一面 顿时面色变得阴沉沉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眼神带着杀气 瞪着不知死活的保镖 滚开 我的人用得了你先殷勤吗 贺胜礼做梦 也想不到丽天雀会突然出现 弱弱地喊了声二哥 听到这让人厌恶的声音 丽天雀才注意到贺胜礼也在这 能得到丽天雀的注意 贺胜礼立马解释 他也是法学院的 想在毕业前找份对口的实习工作 没想到郑巧和香辣碰到 说着说着又晚上楚眠的臂弯 对了 二哥 香辣人很好 还说想和我分道一起好照顾我 楚眠看着贺胜礼流畅的表演闭口不已 结果丽天雀一把拉过楚眠 语气有些不悦 你时间很多吗 还照顾这些无所谓的人 有那时间不如早点回墙园 丽天雀接着又道 走了 回家 贺胜礼站在那里 看着两人携手离去的背影 这一幕让贺胜礼 极度的五脏六腑都痛得要死 等走到车子旁 楚眠才出声询问丽天雀怎么会来这 丽天雀瞄了楚眠一眼 来看看你是不是考不好哭彼此 这时贺胜礼突然追上来 小心翼翼的开口 那个 我能和你们一起回墙园吗 我有一些法律条文想问问香辣 听到这些话 丽天却冷笑了声 接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贺胜礼 敬墙园 你也配吗 黑色的车子急迟离开 贺胜礼站在原地悲伤不已的五猪兄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二哥会这么厌恶自己 明明自己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 男人作用百亿 却只爱女孩一人 就连称遮阳伞也必须亲自上手 如小丑般的贺胜礼看到这一幕 极度到五脏六腑都痛得要死 他不明白自己连命都能为丽天却舍弃 但连他的一个正眼也换暖 另一边 楚眠也想知道丽天却为什么厌恶贺胜 于是丽天却告诉他 因为贺胜礼是贺雅和丽情仓的女 但楚眠觉得贺城里只是他们的养女 没必要这样 可丽天却放出狠话 他不管是轻生的还是收养 如果楚眠敢放贺城里进墙园 到时候别怪他不客气 面对恶狠狠的丽天却 楚眠笑盈盈地问道 是怎么个不客气的 结果丽天却一把将楚眠拉进怀中 放心 不会多狠 至多就是让你夜夜喊腰疼 求老子放过你 就在两人准备那啥时 河妈端着水果走进来 看到少爷和小姐此刻的动作 河妈急忙放下补盘 肝脏到舌头打劫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们继续 因为河妈的无意制止 楚眠悠哉地拿起一颗樱桃准备开吃 但还没等楚眠把樱桃放进嘴里 就被丽天却抓住了手腕 樱桃也随即落入丽天却的口中 接着他又道 老爱吃这么甜 到时候牙齿坏成一个洞一个洞 让我以后怎么下嘴亲你 对此楚眠觉得丽天却很双标 那还不知一间糖果屋给自己干啥子 这时丽天却想到楚眠曾经说过 他从小到大都不怕考试 所以打算给楚眠出几道题 楚眠让他放马过来 因为他的脑子里有座记忆宫殿 只要他看过一眼的都能记下 丽天却问出第一个问题 他的星座 年龄 楚眠快速说出答案 天蝎座 25岁 接着丽天却又问出第二个问题 我的腹肌有几块 这道题不可跳过 这道题目楚眠并不想回答 但他还是闭起眼睛想了想 六块 就在丽天却打算问出下一道题的时候 楚眠放在一旁的电话突然响了起 楚眠一看是公法会来的电话 赶紧推开丽天却 不一会楚眠高兴地和丽天却分享喜悦 公法会通知他星期一去上班 而他也如愿在法律这一块 这个女孩长这么大第一次去上班 同时死对头 赫胜李也在同事羡慕的目光中缓缓走进来 他友好的和前辈们打着招呼 然后告诉大家他要坐在好朋友楚眠的旁边 随后便慢慢走到楚眠身旁 小心翼翼地询问能不能在旁边坐下 赫胜李的算计让楚眠忍不住佩服 倘若自己拒绝 岂不是立刻给前辈们留下一个不友好的冷酷行性 但楚眠不在乎旁人的目光 也懒得理合成立 得不到回应的赫胜李只好自己拉开凳子在楚眠的旁边坐下 这时他又找了个话题来招惹楚眠 香辣 你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工作软件吗 刚刚前辈教了我 我现在来教你吧 不过楚眠并不想搭理他 只是将一本工作指南推到赫胜李面前 看着楚眠冷漠的态度 赫胜李耍起小心机 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对楚眠说 不应该把在学校的情绪带到办公室里 然而楚眠这次并不打算再惯着赫胜李 他抬眼看了一圈 发现大家都在忙碌的工作 他打开书本述到他和赫胜李的面前 这个角度即使有人看过来也会挡足事情 做完这些 楚眠冷着脸看向赫胜李 一把捏住他的下巴 然后冷冷地开口 赫胜李 麻烦你弄清楚 我不是对付不了你 而是我根本懒得对付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 你要是避不上你的嘴 我就勉为欺男帮帮你 赫胜李很想说话 但被楚眠的手指按得说不出来 他的下巴被掐得简直要卸向脸 看到赫胜李没有挣扎 楚眠笑着将他放开 随后伸手在赫胜李脸上拍了两下 接着让他记住如果真要我 可会把他弄酷的 这个女孩因为没有背景 第一天上班就遭到同事的排斥 就在他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突然听到两个女人在议论他和赫胜李 八卦女吐槽楚眠就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 他们选择讨好赫胜李 况且听说现在英才会被巅峰会压着 赫胜李肯定恨偷信谢的 说着说着这两个女人一拍即合 必须整一整楚眠 好让能被赫胜李高看一眼 于是他们打算先去弄点小动静 一个人挡着监控 一个人去拿楚眠明天要交的文案 虽然这种手段低级 但两人认为用来对付楚眠足够了 想到马上能得到赫胜李的好感 这两个女人才开心地离开洗手间 等两人一离开 一直在暗处的楚眠才推门进去 赫胜李也算好手段 假装自己是历天鹊看重的妹妹 让人从而巴结她 簇拥她 不过这里的人也都是人精 单凭赫成了一个笑容 就让他们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该对付谁 然而楚眠倒觉得无所谓 甚至觉得上班第一天就遇到办公挤兑 还蛮有意思 从洗手间出来的她看到一个女人 在她桌面上乱翻 她好心地提示文件在抽屉 女人也想不到楚眠会突然出现 顿时吓了一跳 她叫女人让开 然后自己去拉开抽屉 然而映入眼帘的是一堆花花绿绿的蛇 由于抽屉被打开 这些小可爱也得到自由 办公室顿时响起声嘶力竭的惊叫 楚眠看了一眼身后瑟瑟发抖的女人 嘲讽她被人劫足先登 随后楚眠蹲下身子徒手将小蛇抓住 想到曾经在贫民窟这些小可爱可是一道美食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鬼鬼祟祟躲在角落 她怎么也想不到楚眠竟然会不怕蛇 只见楚眠一手抱着垃圾桶 另一只手也没显着 抓起小可爱就丢到里面 而不远处刚才还想搞事的女同事 死时都快要被吓尿 一条小绿缠住她的脚腕 她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 眼神涣散一副快死的模样 谢 谢小姐 救 救救我 女孩在第一天上班就征服了所有同事 之所以她能让同事畏惧 全因这里有人看她不顺眼 为了整她在抽屉里放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小可爱 但从贫民窟摸滚出来的楚眠 看着这些小蛇犹如一道道美食 一直躲在暗处放蛇的男人不理解 她怎么连蛇都不怕 她还是个女人吗 这是一条小绿蛇爬上一个女人的脚腕 女人惊恐万分 哭着求楚眠救救她 但楚眠并没有帮忙 反而停下来欣赏起女人大惊失色的模样 眼看楚眠没有一丝要帮忙的意思 女人尴尬地问出声 已不抓走她吗 楚眠笑着反问 我为什么要抓 女人知道是她刚才的无理惹怒了楚眠 看着蛇口越来越近 她拼命地道着签 小可爱的血盆小口眼看就要亲上了 女人任命地捂住眼睛 但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而就在这时楚眠伸手轻松拿捏住小可爱的七寸 破旧的女人此事浑身无力 眼角挂着泪珠 从这一刻起 她认定楚眠是她的救命人 做完这一切楚眠转眸看了一眼身后的墙 一直躲在暗处鬼鬼祟祟偷看的罪魁祸首 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 原以为能整到楚眠 可以巴结上贺胜女 却没想到惹到没意思的女 而贺胜女还在想着等会儿假装去安慰一下被整骨的楚眠 到时候她被自己感动到 说不定离接近丽天雀就能更近 可当她走进去 楚眠被排挤的场面完全没有 有的是一堆同事围在楚眠的办公桌前 各种讨好 贺胜女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她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明这些人刚才还在讨好自己 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转换了风向 这时楚眠看了一眼外面的贺胜女 故意提起刚才有人放舌的事 刚刚那个差点给舌咬的女同事 立即提醒楚眠 有人想借你做文章攀附权贵 楚眠健壮感慨权贵真是好 不用动手就有工具人送上门 一听这话 楚眠身后的这两个女人立马表明立场 今天你救了我们 我们以后帮你盯着 保证别人也不敢乱来 氛围莫名有些奇怪 贺胜女站在那里脸色难看至极